在人们普遍对中国科技巨头的发展感到担忧之际,北京正在挑战美国的全球科技主导地位。 Zigun Files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,北京正在挑战它硅谷的领导地位。 报告表示,自2012年以来,不过这些都有所改变。 除此以外,报告还列举的其他方面因素也表明,北京比上海更有希望成为新的科技创新中心。 首先是创业投资推出激增。 其次,北京和其他亚洲的科技中心只受益于日本软银的资助。 目前,该公司已经向亚洲的65家公司进行了投资,特别是对中国和韩国。 从现在的情况看,尽管在风险资本交易数量上。 不过,报告中没有指出的是,当然,华为和中国移动等本土科技巨头,也在积极地开拓中国以外的市场。 但在一定程度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